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 有哪一些原因呢是让新人容易放弃的一些主要原因好吗 好的好的 我们新人呢就是怎么样呢 很多人来到无限级 他就是可能看到 比如说看到你做得很好 我也来试一下 很多人都是抱着试一下的心态嘛 对吗 是的然后到无限级过后 因为他被吸引了 就可能就看到你做得不错就吸引了 然后他的心啊 很容易动摇 就是可能他去 比如说我要做无限级刚开始很激动 我出去跟人家分享 可能跟那个分享那个人问一下 你这个无限级多少年啊 哦多少年啊 无限级十年的故事 十年的故事这么老了你还做 你还有机会吗 市场都给人家做到完你还要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人他通常就去 他反而他去推荐的过程中 他反而就会被人家反推荐 他说我这个公司很新 你进来我公司 新的公司就有机会 其实这个反而是我们觉得 真的要好好探讨一下 新的公司跟旧的公司呢 其实他都有不同的机会 可是我们会看到的话 就是说有哪一间公司 可以让你长久的经营下去 经过十年的一些风雨 经过十年的一些过程的时候 我们把公司的制度产品 还有一些背景 我们做得更加的扎实 让会员人更顺利去完成 其实是我们无限级的一个优势嘛 这个东西可能新人的时候 他的内心的那个不够坚定 反而他就容易去动摇 对对确实是这样 其实我们在马来西亚十年嘛 我们已经真正成立已经28年了 28年了他真的是一个大烂逃杀 留下来的就是金子 所以我们就是金子的公司 现在这种新冠疫情啊 真的是重新洗牌 首先我们要选公司呢 不是说多新 你成为了另一是非常好 问题是如果这个公司 他没有看压力 或者说他的 比如说他自己有些很多公司呢 就是拿人家的产品来代理 他来卖 卖到不错 有些公司卖到不错的时候 人家看到你做的市场不错 我也把你收回来啊 所以很多人做到过后 团队建立起来了 却没有产品卖 还有一些问题呢 就是看压性 看压性啊 你这个公司不能经过一点东西 风吹草动 你说垮就垮 那我们所有建立的一切 不就是沙坛上吗 做直销就是最怕的 一年换几个公司 天天换公司 天天换跑道 结果所有的人脉都损失完了 每个人一看到你都觉得 你又要跟我介绍什么 这样子的话 我们也很难建立起 自己的一个信任度了 对 他根本就是一直换跑道 换公司的话 根本就人格破产 人家会对你的信心 基本上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坚定了一个无限级之后呢 好好把它做下去 坚持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希望跟曙光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无限级呢 绝对是我们很多伙伴 可以放心去选择 而且放心去坚持的一家公司 所以十年是我们的骄傲 绝对是一个骄傲 对 所以我当年 我看上这个无限级 看上这个李景 也是看上李景景 雄厚的背景 百多年的 对吧 我们不管找谁的话 我们要找合作伙伴也好 要找生意人都好 我们是不是要有实力了 他存在 既我们有保障嘛 对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选择的第一步 我们只要就是在于选择大于努力 你选择对的平台的时候 你努力的一切才有结果 一切才有的延续 一切才有展望未来的无限可能性 对 太好了 太棒了 好 那除此之外呢 我知道很多的新伙伴呢 他加入这个团体的时候 因为他从个人跑到团体 然后他来到这个团体生活的时候 他要融入来 融入到这样的团体的时候 他需要一些适应的 因为过去他可能都是个人的单打独斗 个人在一些领域里面去做一些专业 做一些专场 那来到这边的时候呢 可能就要融入到一个集体的团队精神里面 他才能够创造一些更好的一些团队的价值跟利益的 那有关这样的一个团队精神 新人融入在这个团队里面 那你有哪一些可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吗 团队我觉得最重要的新人 我们首先就是因为讲一家人嘛 我们通常做传统行业都是 我自己会不会够优秀 都是看自己的能力去呈现 但是在团队就不同了 你就是一个多方位的一个整合 就是我来到这个家 首先一定要给新人鼓励的 要感觉给他一个很温暖的家 我们大家都是非常友善的一个笑容 就把它当作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 只有这样来让我们带来的人 他才有那种家的感觉啊 有家的温暖啊 他就愿意跟我们一起啊 是不是 同时我们也要多正面的交流 正面的鼓励 我们尽量讲好的事情 虽然新冠疫情呢 很多时候呢 打乱我们的生活的脚步 就是感觉到每天人数增加 心里都很好 好忧愁 好担心 但是日子总是要过的 我们自己除了小心一点 出去做一些防范措施过来 但是心态我们一定要正面 一定要积极啊 对 这个很重要 你也正面的 力量 互相的鼓务 让我们一起走下去 这个才是一个家的一个 最温暖的地方 对 而且每一个人呢 都在团队里面 贡献一些 把集体的正面力量呢 把它凌造出来 那整个的灵机力是更加的高 更加 氛围是更加的好的 那我知道的话呢 你其实在整个团队里面呢 你都会有一些 有些活动 在团队里面 可能每个星期都会有 不同的线上 或者是线下的活动 那我觉得你的 在整个的分工 也是应用了一个团队精神 把它 分配得非常的好 那你这边可以跟我们 分享一下吗 就是你在办一些 小型活动的时候呢 你如何在团队里面呢 发挥团队精神 互相借力的 在这里啊 真的确实是 因为做直销嘛 我们什么样的人都有 对吗 我们比如说 有些人就比较适合 可能适合 怎么样呢 我们都会找到 自己的一个定位 所以伙伴们 不用担心说 我不会讲话啦 我不会这个 我不会那个 其实太多顾虑了 我们自己会什么 问一下自己 其实 有些东西是 自己发掘出来的 以前我们也是觉得 因为你没有去学习嘛 你也不知道这个行业 你总觉得这个行业 好像是我们家庭 总部可以做的吗 你其实是有点害怕的 总觉得你不是那种 真正能够有那么大的 影响力的人 你真的可以撑起半边天 你真的可以做到 一方事业的人 刚开始其实是 没有这个底气的 过了学习了 过后呢 我们的互相伙伴呢 就发挥自己 每个个人的特产 就比如说我们做活动嘛 我们有 通常我们有好几组嘛 我们这一组 华裕老师这一组 还有那个 Angela他们一组 我们这一组呢 就是 我呢 就可能就比较负责搞笑的 讲讲话 讲讲笑话 然后跳跳舞 现在这个身材 现在这个身材也很滚滚的 因为为这个 沉闷的生活 增加一点 日润露滑气 让人都觉得他这个生活好阳光 太开心了 我觉得这里的团队都是一个很开心的 就是一个开心果 我觉得新人来到你们的这个团队 应该也都会觉得被吸引的 被吸进来的 很棒 然后呢 我们就分工合作嘛 好像Viven呢 他比较 有时他也唱唱歌 他唱歌真的很好听 他俗称他甘崩冠军嘛 然后他比美容品方面呢 他就真的是非常厉害 所以通常美容方面的东西呢 就是手法 各方面啊 就是他来负责 然后我们的丽萍老师呢 他就是语言的严谨度啊 语言的组织结构啊 那就非常强 然后他讲一个产品呢 就是很生活化的去带入 然后又很那种专业的一个产品知识 通常这一部分由他来负责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各自的优势 然后去做一个 做一个小组合也好 有些时候去线下线上 哪怕现在我们做直播 其实也是一个 做活动的一个形式 对 我觉得真的很棒 所以新人来到这个团体的时候呢 他也要很 就是去找到自己的一些定位 因为每个人真的就像你所说的 每个人都有他的专场 他绝对会在无限级的 这个里面呢 找到他自己能够发挥的一个角色 然后在这个团队中里面呢 去好好去发挥 然后互相借力 然后创造一些更好的一些 业绩和组织去做壮大的 那我觉得呢 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团队精神 其实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催化剂 其实是螃蟹 其实螃蟹也在这个团队里面呢 扮演一些 我觉得也是 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些角色的 那你来谈一下就是说 螃蟹的鼓励 其实对我们的一些新人来说 是有多么重要 带来有多么正面的一些力量 给我们做一些分享好吗 螃蟹的鼓励呢 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通常我们上下线嘛 说实在的 就是有一些直接的一些因素嘛 都会特别关心 特别关爱 这个是可以一点 然后那种革命的友情呢 是互相那种相互支持 相互感恩 那个肯定是有的 但是对于螃蟹呢 螃蟹更加重要 因为为什么呢 大家很除了我们自己很多都是团队 其他也有很多的螃蟹嘛 如果我们也把螃蟹 当做自己家人一样 给他一些鼓励 他会觉得更加温暖的 因为人是这样的 有些时候上线啊 或者上上线啊 给再多鼓励 他就认为 你好像是希望我做嘛 我做了你才更好嘛 通常很多人有这个想法 但是螃蟹的一个鼓励 他认为 他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他都会来鼓励我 哇感觉好温暖好温暖 这个力量他是不一样的 就我打个几个例子给你听 就是我们团队呢 在上个星期的一个团队会当中 就发现生了一个 那个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团队一个伙伴啊 就起个名叫阿亮 阿亮 他以前在一个市场做的还不错 因为他在没有疫情之前的话 他的上线啊 就是指导老师啊下去帮他一起去推广 他都很容易就做到了那个见习业务主任啊 有些时候业绩甚至都突破了三万点啊 他那时候觉得哎无限级挺好的 可是现在没有人去帮忙啊 他自己觉得他做不了啊 他可能心情就一下子就很沮丧 就对自己丧失了信心 总是觉得我不是做这块的料理 哎你们可以但是我不行 其实他也是很想成功 但是总是觉得心情啊心态调适不过来 他真的从开头就是讲到结尾都是讲那些比较消极的话啦 总是觉得自己不行的话 哎我们也是我们也去鼓励他 我们阿发老师也去鼓励他很多老师也都去鼓励他 阿亮啊你知道吗 其实你不能放弃的你要加油的 你的心态很重要的 刚开始我是做到不错的一个业绩 后来也是因为团队整个散掉了 那时候我也是心情很沮丧嘛 我也不知道我该何去何从 但是我就心里想想 哎愿意跟我配合的就继续走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我去再去找人呢 总会有一个喜欢我的 总会有一个跟我愿意跟我配合的 你看他始终抱着这颗心 他真的给他找到 他在九云洞那边是产生的 现在做到因为彦姐60多岁的一个安婢 整个漂亮起来 整个美起来 整个市场高峰起来 所以他就这样子去鼓励他 人没有一方风顺的 其实阿亮你要坚持下去 不一样的坚持的话 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天不用叫你花好多钱嘛 不是说叫你坚持 每个月你要给我一千 要给我两千去坚持 不用的就是那种内心的强大 那种内心的坚定 让你走下去 可以吗我们一起努力 哇那个阿亮听到过后 就觉得哇谢谢你 他听了一下子那种口气 就不一样了 我们完全听出来 所以螃蟹的鼓励非常重要的 我们每时常都有螃蟹 如果我们每个人 把自己的螃蟹 当做自己的一家人 他也把我们的螃蟹 当做一家人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其乐融融的一个大家庭 非常温暖的大家庭 你才能够有无限的力量 去吸引更多的人 跟你一起去经营 一起去厨师啊 这不是非常好吗 真的真的非常好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螃蟹嘛 我们来到一些正面的 当然也有很多的人呢 就是新人 他就死在螃蟹 就是螃蟹 他可能会跟他讲 这东西不好 不能做 哇那个时候呢 新人他更容易 就是把他的信心去打击 所以的话 我觉得螃蟹呢 他不只是扮演着一个 非常重要正面的 互相鼓励 就好像你刚才提到的话 我们就是也是别人的上线 也是别人的螃蟹 那整个把这个氛围 做得更好的时候 新人融入在这个大家庭的时候呢 他感觉是更加的放心 而且他更加的有信心 然后会让他觉得 冲的时候是一无反顾的去做的 那我是觉得 团队上下线 螃蟹呢 全部的关系 把他做得更加的好 永远都是带着一些正面 带着一些积极的态度来从事的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其实除了这样的一个团队精神呢 我们新人可以在里面 找到一些角色 扮演一些分工以外 那我觉得呢 他在分工的过程中呢 要开始去把 他的能力去具备起来 因为很多的新人呢 他会发现就是说 一出奇的时候 上线去带领他的时候 因为上线真的就像 照顾一个幼苗像 好好的去带他 去照顾他 可是因为很克服的过程中 他会发现到说 原来上线是一个强者 有这么强的人 我可以不需要这么努力了 那我可以很好的被呵护 可以就是不需要做出 很多很多的一些付出跟努力 就可以达到 像上线一样的一个成就 那我们来谈一谈 就是说 一些新人 他会不会太依赖上线 然后这么依赖的方式的话呢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 要去做一些调整的 因为刚开始啊 我们做一个新人 不会的话 我们上线做一些指导 这个是非常一定要的嘛 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 我们做直销 做无线级 就是一个学做教的一个过程 刚开始我们是学 学了过后呢 比如说我们在 在在听上线讲 把上线拉来拉去 扯来扯去 觉得他成交率非常高啊 哇 只要有我的上线 我都可以搞定 所以我们在邀请他来上课的时候 他就觉得上课 听来听去又是这个老师讲 听来听去又是那些话 我都听过了 我不要去学习了 我会了 都知道很多人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做直销 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嘛 对不对 重复了过后 我们就变成 自己习以为常就习惯 习惯了过后 我们就会做了 我们就交给我们的伙伴嘛 我们伙伴了过 他就又交给他的伙伴嘛 就是在一个学做教的过程 如果我们不能以一个 那种平常心 或者空背的心去学习 老师就是觉得自己都会的时候 那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的下线呢 始终你团队靠做大 你自己要做大做强 你自己要以身作折的 你要自己去学习 你要发挥你的影响力 这些东西都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去实现 多实在的 我虽然说 今天是身在一个经理的级别 但是如果伙伴有分享 有课程 我是一定进去学习的 因为觉得 学海无牙 学无止境 一辈子都在学习当中 其实是一定要 要这样子指的一个态度 可能有一些 一个人的一句话 突然间会触动到你 可能你就是被你自己所用 所以每个人身上 老师 每个人身上 他既然能够来讲课 都有他的优点 他的特点 我们去吸收他的精华 是不是 所以不能认为 会了会了就是这样子 不去学习 一定要学习 只有自己强大 才能够带伙伴走更远的路 你才能够成为 扛起那面大旗的人 你的团体才能做大 那样东西我们才能够做跟以优一样 其实 Channel做直销做无限级 我们想做什么样的人 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团队 能够逐步的壮大 有一天我们即使人不在了 我们去旅游了 然后我们回家了 我们在睡觉 甚至我们在度假的时候 哇那个钱 不断的这个管道 源源不断的流进来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只想要结果 而不需要经历这个过程 这有点说不过去 真的 真的很多新人 就会忘记那个过程 他就想到结果 因为他看到上线 哇这个东西 你拥有的东西 他也想拥有 可是他却忘记了 这个他在拥有这个过程中 他要去付出的这个努力 他是忘记的 所以的话很多新人的话 现在来到我们的这个职场 他们要做的事情 把基本工作好 4S销售推荐服务跟进 把这些东西都把它做的扎实 做的到位 当你把这些东西都具备了 把你的能力具备的时候呢 那你再可以再带领你的下线 往你的步伐走 那很好的一个传承 很好的一个借力 那我们才能够走到 你想象的一个美好生活 去旅游的时候 那个财富啊 全部东西都可以滚滚而来 就是你不需要为你的未来烦恼 甚至你已经把你未来 小孩子的一些生活 把它规划的非常棒了 就是在前面的这个部分 要先把它做对做好 那除了这个我们在能力上的具备 不要去依赖上线以外 那我觉得能力是一回事 那另外的部分呢 是一个辅销工具 那很多的一些伙伴的话呢 因为他看到就是说 上线呢 会跟他一起办活动嘛 那可是在上线办活动的时候呢 他们就可能会觉得说 因为上线你都在赚我的钱 我的组织业绩都归你 那这些活动的时候呢 可能有一些产品的一些样品啊 一些产品的一些传单啊 这些东西呢 都把它丢给上线来负责了 那这个也是一些直销新人里面呢 他要去纠正了 那我们这边来跟 希望张静来跟我们谈一谈 有关这个新人自己准备 这些辅销工具的一些情况 我们来谈一谈好吗 讲到这个准备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准备好 因为什么呢 刚才讲过嘛 除了我们去上课 其实现在的上课啊 不一定是说 一定你要开车几百公里去上 我们有很多这些网络的课程 比如说我们这个星期四 比如说我们一些团队的活动 你其实就是把那个时间给腾出来 你花半个小时 我们这样谈话就是半个小时 你每个星期花半个小时来学习 你每个星期花一个小时来学习 你每天去吃 就是很简单的去学习 你不用去到哪里 你有手机你就可以学习 如果这个时间 我们都不可能付出的话 我们要怎样去了解 怎样去做大 怎样去做长 是吗 那除了这个 我们在网上的学习之外 那个刚才就讲的 带传单 传单有些时候呢 我们的刚开始 我们就是我们的新人 他不懂 以为因为也不了解 到底什么产品 刚开始其实是可以老师来准备的 因为他是完全不知道 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 你记录了无限期一段时间 过后你慢慢的自己要去买一点传单 比如说买一些产品 方便给Google服用 或者说给他去看 去了解 打个比方讲 今天好像我们就是做了几个月过后 我们业绩也做到一点 我们生意也做到一点 始终认为在办上线做 所以这个东西你理所当然你要带 他这种想法就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你的上线 比如说你要推崇 要跟他借力的时候 他大包小包在拿着 什么东西都拿着 像跟你打杂 跟你钢跟棒一样 跟在你后面跑来跑去 你觉得你还能够借到力 不能完全不能 真的真的 我可以想象到那个划线 你自己要做上那个划线吗 大包小包砍着我 等一下那个说明书 你自己像个老板 你要做出 你们讲 你们话会 反正我等着签单就好了 真的我觉得新人真的要把这个观念 把它纠正起来 因为就好像 比如说你今天是一间店的老板 你看一间店 你办一间珍珠奶茶 那你不可能顾客走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要跟你买珍珠奶茶的时候 你没有珍珠奶茶卖 你说我没有这个产品 不可能的吗 就是你要具备好 不管是产品 还是这个价钱表 还是什么的 当然现在我们也很方便了 就是我们的很多的资料 都是用APP 就是我们手机的APP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产品的一些资料 产品的价格等等 那可是有一些顾客 他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实体的 就是他们真的需要一些 可以翻页的一些单张的时候 那我觉得顾客 新人本身呢 他真的在他的车上 或者是他的一个公司包里面呢 都要把一些东西具备好 因为你随时会碰到一些机会 我知道你好像有一个例子 可以跟我们分享 就是你好像有一次在 下线要去跟你去做一些ABC的时候 然后发现到说 这些东西好像都没带 然后发生的一些情况 快点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对这个是确实是发生的 因为以前就是我们没有没有沟通的很好 然后因为他一路来有些东西呢 我就安排他 我讲这些东西你要带 你一定要带好 这些东西你一定要做准备 他就以为呢 他单张这些东西他有准备好了 但是他茶没带 因为我们请顾客喝茶嘛 最近他以为我带 我以为他带的 因为你没有跟我讲 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带茶的话 或者说没有的话 你跟至少要事先跟我沟通一下 友情你那边有茶嘛 借我几盒先 看看能不能给那个顾客 所以你以为我以为 以为两下到那边 车上有茶吗 没有我也没有 那现在怎么办 就请了喝茶 结果没有茶可以喝 那真的很尴尬 就是很尴尬 因为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这种 比如说我们去见顾客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沟通 然后两个人一定要把它商量好 如果即使是你的 比如说我那个单张没有了 我们要求 比如说跟我们的上线老师讲 我没有这个单张你有吗 这个你可以跟他要一些 打个比方讲 你比如说一两张没有 那可以跟他要 但是一定要你拿着 你交给老师 你要用那种无比崇拜的眼神 看着他 好像他就是你 非常严重 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人 你要这种感觉给他 然后把他 让他交给他的顾客 一定要这样子 才会 哇 那个部队会觉得 哇你这么尊重这个老师 那这个老师讲什么话 一定讲得非常对的 一定非常棒的一个人 我一定要听他讲 这样子的话 你成交率就高了 你机会就大了 是不是 你看这两种不同的画面 对对 我们可以想象到 就是说我们要借力的时候 我们就是真的全心借力 就是把推崇 一定要做到位 然后把ABC法则里面 应该要注意的事项 都把它做好 那我们整个的成交率 也就会更加的高了 那我是觉得新人呢 杀手里面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 至关重要的 我觉得我们今天一定要来 好好谈一下的 就是说因为我们直销 我们知道呢 它是一个门槛比较低的 就是95块 我们就可以进到 我们无限级的这个 很庞大的一个事业 因为它的门槛低 所以很多人觉得 我发95块 这个事业可有可无 我不需要分身 我不需要全心投入去做 因为他会觉得说 我95块就当做吃一餐饭 就没有了 那我不需要 我不会觉得很可惜 不像有些人 他去投资 投资一个生意 他用他所有的身家 几百万丢进去的时候 哇 他是全力以赴的 可是他加入无限级的时候 因为门槛太低 而且他会觉得 用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用一个兼职的心态来做 那这个有关 这个兼职心态 有没有办法全力以赴 这样的一个对比的部分呢 我想也请张经理 在这边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虽然你讲的太好了 就是因为投入太少 所以即使呢 我试试看 我试一下 很多人都是觉得我试一下 被你讲的这么好 我试一下 对吗 试一下 不过我们现在很多 我们无限级的一些会员呢 确实都是因为呢 做无限级的 我们的一些经销商 我们的一些伙伴 真的是因为产品的好 就是因为调理了 产品的好才进来的 就刚才跟你提过了 这个Vivian老师啊 他也是因为他扁头痛的问题 他真的是调理的好 他就觉得这产品真的是非常好 六年前 我们一个华语老师 跟他分享的时候 他完全不听的 完全不在意 就觉得有那么神奇嘛 他就一个 那时候是这么想 过后因为身体 好像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因为看到好多医生 也完全没办法 所以他就觉得试一下 但是他有个什么好呢 他就是试一下 因为感恩到这个产品好 因为其实我们人啊 要找回我们自己的初心 我们人一定会遇到问题的 对吗 对 一定会遇到问题 比如说总会遇到拒绝你的人 就好像有些时候 我们开个玩笑讲 我们今天 比如说我们今天很多人 比如说今天结婚的老公 也未必一定就是十几岁 第一次初恋的那个人 到陪我们到现在 也是经历到波折 然后找对自己 觉得可以共度一生的人 我们才出了一些选择 是吗 所以他现在就是认定了 这个东西是非常好 所以内心呢 也要找回初心 我们到最初是因为什么 如果是因为产品好 我能不能希望能够帮助人 跟我一样也找到健康 那如果有这个心的话 即使你拒绝我的话 无所谓啊 可能就是你没有福气 你拒绝我 你就是没有福气了 对吗 我是早有福气的人 早愿意相信我的人 早有缘的人 对吗 这个内心之情一定要强大 就好像看到华裕老师 那Petty 早上看这个图文并茂的 看到华裕老师 跟建华老师在摆担 他就想从 就是初心易得 对吗 就是刚开始的话 坚持的话 就是刚开始做的话 我去摆担 我可能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会很热 但是我坚持得了嘛 华裕老师跟建华老师 摆担现在已经差不多快要三四年了 风雨不改的 他们每天都坚持去摆担 他就觉得我要帮助更多的人找到健康 因为台下很多痰尿病的病人 他们那些顾客吃到好的时候 又会回来感谢华裕老师 他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很重要 我可以帮到人 可以让一些人含尿病的人免得遭受痛苦 免得让他们拒绝 我很有成就感 对吗 所以他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也很佩服他 一个中国人完全不会马来文 对 不会英文的人 他学到现在会用马来话跟顾客 你买这个便宜一点 这个方式买对你有好处 你吃到这个过后 对你身体有什么改变 有什么 都讲得非常好 我觉得真的是有点自愧不如 真的 什么样的动力 让他们做这样的分享 每天五点多起床 你个人可以做到健康 所以为他这种坚持 真的是很感动 所以他今天做到一个经理的级别 也是因为他的坚持努力得来的 所以不一定看着别人容易做的时候 问一下自己 我们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先问自己 如果我们也付出这样多的努力过后 有些人就讲我也很努力 那有没有调整一下方案 是不是我们的方法出错了 我们一步一步走 走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 其实人家的拒绝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就当作是成长 人生从来 我们的一生当中 人家讲 人生之事 十之八九不太容易的 对吗 那我们怎么样去把自己 这个就是一个心智的锻炼 不一定是用在五线级身上 你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也会因为人家的一些问题 不可能所有的人想法都是跟你一样的 哪怕在家里也好 你老公的想法 你孩子的想法 也不可能所有的想法都是跟你一样 那你能不能了解一下他们在想什么 其实如果我们可以换位思考 站在顾客的角度小 对吗 那我们可能的人生也会得到不一样的改变 我们每什么事都替别人想 别人也会替我们想 我觉得这个世界的话会因此而更美好 所以我觉得职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职业 它可以鼓励着你 可以让你坚定的走下去 遇到什么挫折不用怕的 有没有听过那个 我们在我们差不多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有没有看过一部戏 叫梅花三弄 学的你有听过这部戏吗 有 我们那时候停摇的戏 哭的戏哗啦的 那个歌是怎么唱的 我到现在还记得 你听我唱 我今天唱歌你让他唱 那个歌是怎么唱 所以我们就要像这种 所以我们任何的事情 就是经过要成功的话 我们就一定要经过这些磨练才能够成功 梅花如果没有经历那种 中天的若非一番寒侧骨 哪来迎面扑鼻香 它也是这种欲果同生的那种感觉 不然的话没有那种磨练 它怎么有那种芬芳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住 没有什么都困难的 没有什么事的 你坚持住会笑到最后 以前可能做不成的时候 就是笑话 做得成就是神话 我们要成为神话当中的那个 也是胜走一玩 我们走的人走着走着 很多人都不见了 很多人都坚持走下去 走到最后的就是笑到最后 我们的真的是 那是不一样的感觉 我们帮到人成就人 自己又可得到自己要的东西 那非常的骄傲 真的真的非常骄傲 我觉得在无限级里面呢 每一天你说华裕 他可能每天早上很早起床嘛 那我觉得每一天 把他叫起床的不是闹钟 而是他心中的那个梦想 那坚定的一个心底的方向 然后坚定这只想要的东西 不忘初衷 那一路走过去的时候 我觉得不管是新人 还是旧人 这个过程中总会经历风浪 总会经历挫折 而这些挫折和风浪 都是让你未来更加坚定 更加完善的一个养分的 所以我觉得不要拒绝这些失败 也不要抗拒这些拒绝 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 对你来说都是一些非常好的 确认好啊 还有一个啊 就是刚才我就听到你说的这个主题 就是因为我们投入太少嘛 所以我们就分 比如说我们不要做无限级的时候 态度也是很决绝的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个笑话 也是真实的例子 如果我们啊 就是属于少男少女的时候 我们怕脱吧 是不是 如果你对这个一个男的 比如说对这个男朋友 或者什么样 你跟他一段时间 你对他不怎么爱他的时候 或者说你对他可有可无的时候 是不是 即使在改天分手 因为你从从头到尾 你真正没有爱过他 没有花你的精力 没有用到你 你真正的那种 没有用到兴趣的那种 那种努力的时候 分手了过后 你最多觉得 可能心中觉得有点可惜 或者最多是有点可惜 其实没有任何遗憾的 对 如果 我是假的 如果我们真正的深爱过一个人 深深的爱过他 为他付出所有 然后为他愿意做他所有的事情的时候 如果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分手 我们是不是痛彻心扉 对对对 真的 那我们做无限期可不可以 可以深深的来一场 轰轰烈烈的爱 爱他死去活来 绝对可以 太胖了 当你深爱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无限期给我的所有的一切 我都是以一个感恩的心 对待所有的一切的时候 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一切就我们就浴火重生了 一切就柳暗发明了 经过了这个世界过后 一切就什么 你整个人生就完全豁蓝开蓝 所以伙伴们 我们在这里会一下大家 我能成功 华语老师能成功 我们的阿发老师都能够成功 你们比我们的条件更好 现在我们各方面都具备 各方面都非常成熟 只要按照我们的公司的方向走 跟着我们公司去配合 你们的速度比我们更快 其实说到哪里市场都是耳空 因为去到几人都 哎呦这里没有人坐 去到那里 佛龙也没有什么人坐 没有人坐 很多都是消费者 真正的没有经营者 十年的过程当中 市场还是空白了 我们这个市场不是当当马来西亚的 还可以延伸到国外 即使这个区区的这个95块 你可以做到国际的生意 去你哪里找这样的机会 其实人聪不聪明 不是在于我们智商有多高 这个是一个方面 只是在于我们做对的一个选择 做对的一个选择 你就可以改变你的未来 无限期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平台 伙伴们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一个事业企迹 我们一起携手走向我们的高峰好吗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经理 那直销新人杀手呢 我觉得到这个环节 我们也接近尾声了 真的非常感谢张经理呢 在百忙之中呢 抽空来跟我们分享这些很棒的这些要素 我觉得不管是在直销新人 或是已经在从事无限期有一段时间的人 我觉得都可以在上集和今天的这场下集里面呢 找到一些感悟 找到一些人生另外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无限期里面 找到更好的一个春天 那非常感谢张经理今天的一个分享 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跟大家见面了 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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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